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图和渲染的这个流程已经走了一遍对吧 但是的话因为这个案例的一个实际情况 我们实际上运用到的这个一些技巧来说的话 可能还不足以非常全面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会把一些常见的一些技巧呢 把它拎出来然后再单独的去进行讲解 力求于让大家学习到这款软件的时候 尽可能的全面综合的去了解到它的一些 实际的一些使用效果 那么除了我们的一些技巧以外 我们在后期的处理当中我们也会讲解到 那么主要的是对我的这个视频的一个后期的编辑与处理 包括如何去给它添加相应的一些文字 相应的添加一系列的背景音 等等这些问题 OK 那么这个的话将会在这一章节当中去进行这个讲述 那么首先我们要讲解到的是关于一个自发光灯的一个创作 那自发光灯的这个创作来说的话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 就是说我们在夜景效果图当中 其实已经讲解到了我们夜景当中的一些灯光处理 是吧 但是那个地方来说的话 我们没有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这个灯呢 如果说想要做的更真实的话 我需要去注意哪些方面 或者说具体该怎么做 是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也会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举一个例子 OK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样一张图纸啊 这张图纸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新东西风格的一个案例 对吧 那么这个吊灯呢 它是吊在我的这个这个主入口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么现在看的这个灯光啊 这个灯光看起来是非常柔和的 比较符合我们实际的这个情况 是吧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呃思路来说 应该是给他添加这个照明贴图 或者去给他添加自发光 对不对 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还是根据我的这个实际情况来演示一下 是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准备了一个模型 对吧 啊 准备了一个模型 啊 那么在这个模型当中的处理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就是我的这个材质一定要把它区分的比较清楚 那么在这个部分 我是让他去这个发光的对不对 啊 发光的 ok 好 然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模型保存完以后 我们直接选择lumi 然后到一个场景当中 然后我们把它导入进来 选择导入是吧 你把它导入新模型 然后选择我的这个模型 ok 给他命个名 加热到我的这个库中对吧 好的 我们放到这个地方 好 现在我们这个模型已经导入进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啊 让他不需要看的那么黑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处理是我们选择这个材质 对吧 选择这个材质 然后给他一个照明贴图 对吧 然后去让他发光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实际上就是这样去做呢 对吧 啊 这样做的话 其实啊 是可以的啊 一般在我们这个远处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解到的这个业绩效果图当中 我们这样做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啊 但是啊 这里我们需要给大家提一个意见 或者说提供一种新的一个思路啊 就是说我们在运用这种自发光的来说 它的自方光是比较匀啊 是比较匀的啊 所以说它的整个的光源来说的话 就是比较均匀啊 比较均匀 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般的这种实际效果的这种灯光来说 其实它的实际感受呢 啊 并不是这个样子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灯光相应来说会比较柔和 是吧 那么同时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纹理属性在 对吧 啊 所以说我们推荐大家不是直接去使用它的这个照明天图 而是使用它的这个标准材质的自发光啊 标准材质的这个自发光啊 那么这个东西如何去制作呢 啊 其实相对来说会呃 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大家应该熟悉比较整个的这个流程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带大家先理一遍这个制作的一个过程和一个思路 OK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PPT 我带大家过一遍 那么这个自发光的这个创作啊 首先我们要以这个灯的这个模型为这个依据啊 那么经过我的这个实际测量的话 它的这个模型这个灯呢 它这个地方的这个直径啊 直径大约是401米高度是391毫米 所以它的整个的表面积的这个宽高比就是我的这个外 外围的这个面 我外围的这个面 我是需要去贴我的这个发光材质的 所以我需要把它的宽高的这个 呃 实际的这个长度去给它测量出来 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经过我的这个实际测量 我发现它的这个宽高比是这个 呃 2520 呃 然后长是2520宽是391 是吧啊 那么它的宽度应该就是 呃 2520高度是391毫米 是吧 OK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在Photoshop当中去新建一个画板 啊 新建一个画板 把这个宽高比去写上去 是吧 在这个地方我们写上2520乘391 那这个时候它的比例是相对的 这样我赋予材质的时候 它这个比例就能够相对应 对不对 OK 然后分辨率的话这个都无所谓 一般选的72或150都行 OK 啊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去作为它的一个调整 这个光源的这个调整 它是通过通道的黑白贴图去调整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通道位置新建一个α1的一个新建的一个黑色的通道 对吧 OK 然后紧接着的话 我需要在这个通道当中去调整它该亮的部分和不亮的部分 是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在这个α1通道当中啊 在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 我就新建了一个什么 去用画笔工具去描了一边白色的这个边 对吧 用这个白色的这个边 那么同时它有一定的这个语画值啊 往这个上面和这个下面去进行这个过渡 是吧 那么这个通道图所表现的意思 就是说我在这个α通道当中 我白色的部分呢 是实际上是希望这个灯啊 这个亮的部分 对吧 那么我黑色的部分是希望它不亮的部分 对吧 OK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图层面板当中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添加相应的一些纹理了 对不对 就可以给它添加相应的一些纹理 我们需要在这个上 这个材质的上部和这个下部啊 可以用这个水刺的这个画笔工具啊 去在这个上部或者下部去涂抹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纹理 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 你也可以去选择你喜欢的一个画笔去涂抹是吧 OK好 那么涂抹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需要在亮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给它添一个黄色对吧 让我们这个颜色凸显出来是偏暖的偏黄的一个颜色对不对 但是这个我们后期也可以在路面当中去进行这个调整也行 OK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张图导出来 是吧 把这张图导出来 那么导出来之后的话 导出来之后 我们再赋予到我的这个灯的这个位置上 赋予到我灯的这个位置上 那么最终 最终的话 我再需要调整什么 调整它的刺发光 是吧 调整它的着色 包括它的贴图位置 那么最终得到我们这样的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这样的这个实际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最终的这个效果 是吧 包括和这个对比一下 这个是我们直接去给它 添加这个照明贴图的这个效果 是吧 所以说你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对比 其实还是蛮大的 对吧 这个是我们没有纹理 然后直接使用的自发光的效果 是吧 这个是我们添加了纹理之后 那么最终想要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明显说这种感觉来说 我们还是比较喜欢一些 是吧 而且是更反映我们这种真实的这种效果 看起来也更加柔和一些 OK 那么我在这里的话 我带着大家去做一点 好吧 我们跟着我们刚刚的那个思路 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 大家举一仿三 如果说你是其他的灯 其实也是一个样子 对吧 一个样子 那么首先我们在这个 啊 SU当中 是吧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模型啊 去把它复制出来 是吧 复制出来 然后你去量一下 对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的高度 哎 右下角有显示391 对吧 391 OK 然后整个的这个呃 长度 这个长度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选择它 然后在图源信息当中打开它 看一下 它的整个长度是2520 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它也是会有显示的 2520 对吧 那么和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啊 在我们的这个photoshop当中 打开我们这个photoshop 对吧 OK 我们稍等一下 好的 那么打开我们photoshop以后的话 我们点击文件 啊 点击新建 是吧 我们新建一个图 文件新建 然后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 去给它输入我的这个宽高比值 是吧 这里我们输入2520 这个地方我们去输入 35391 是吧 嗯 应该是没有错的 OK 我们点击穿建 好 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文理的这个宽高比啊 和我的这个实际的贴图的比例 其实是一样的了 对不对 好 OK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切换到我的右下角的通道 对吧 切换到右下角的通道 OK 然后的话 我们新建一个通道 这个时候我们图层变黑 就是α1通道 是吧 这个时候全部不亮 那么它当然就是黑的 是吧 黑的 OK 好 然后的话 我们需要做一个处理 让它中间的这个部分把它亮起来 然后渐渐的过渡到我的黑色部分 是吧 OK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左边的选框工具 是吧 取行选框工具 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它一个语画值 大约是30像素左右 OK 好 然后的话 我大致宽选一下这个中间的部分 是吧 OK 然后我们按D键 对吧 切换成前景色白色 这个背景色是黑色的 OK 然后按住L加Delete键去填充 对吧 填充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填充出了一个颜色 对吧 好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它那么亮 不需要那么亮 因为我的这个白色的部分 其实让它全亮 对不对 OK 我们先撤回一下 按住Ctrl加Z 撤回 然后的话 我们把它调稍微灰一点 稍微灰一点 OK 然后再填充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我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效果 对不对 好 那这张图说明到的是 我的这个让灯光亮的部分 与不亮的这个部分 OK 然后我们再取消这个眼镜 把RGB图打开 取消这个眼镜 回到我的这个图层当中 是吧 回到我的图层当中 OK 然后双击去解锁它 对吧 好 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新建一个图层 好 然后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对我的整个纹理去进行这个处理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选择我们这个画笔 是吧 然后去选择一个水字的工具 水字的一个画笔 OK 然后稍微的调黑一些 稍微的调黑一些 让它有这种感觉啊 OK 好 然后在新建的图层当中 可以适当的去点击它 是吧 来形成这种 水运滴带上面的这种感觉 来形成这种纹理啊 来形成这种纹理 OK 然后我们上面的这个部分也是一样的 让它有这种感觉 像是水运一样的这种感觉 是吧 OK 这个做的有点多了啊 没关系 OK 好 然后的话 我再让它整个的这个背景色啊 背景色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填充一个黄色 一个黄色啊 或者说你新建一个图层也行啊 可以养成良好的习惯 新建一个图层 让整个的颜色是可以偏暖一点的 OK 然后直接按住control键选择图层2啊 不好意思 按住control键选择图层0 是吧 然后在图层2上啊 图层2上 OK 然后我们直接alt在delete键去填充这个颜色啊 就可以了 是吧 好 这个颜色我觉得可以再轻一点啊 OK 那么我们这张图纸呢 就贴图啊 大致就已经做完了 是不是 OK 我们点击文件 存储为 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建议大家存成tif格式啊 存成tif格式 OK 我们选择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需要去选择 OK 好 点击保存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OK 那么它存完之后的话 我们回到路面单中 回到路面单中 我们在这个地方 首先先取消它的这个 照明贴图 是吧 OK 取消它 好 取消它以后的话 然后我们再对这个贴图去进行这个调整啊 选择我们这个地 选择我们这个贴图 选择标准啊 然后就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一张颜色贴图 就是我们制作那张贴图 是吧 OK 然后把它导入进来 好 这个时候它的这个位置是不对的 大家看到吗 它的位置是肯定不对的 那我们这时候需要去调整它的这个位置 在设置当中 我们首先打开它的位置 对吧 打开它的位置 OK 然后再打开高级 对吧 好 在高级这个部分 我们首先把下面的纹理透明 选择第三个 将颜色贴图透明通道 作为自发光的遮罩处理 是不是 OK 好 调整完成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先稍微给它一点自发光 稍微让它亮起来 对不对 好 亮起来以后的话 我们再去调整它的整个的这个纹理贴图 纹理贴图的这个大小位置 所以我们把它搓换调整一下 让它稍微的高一点 对不对 高一点 OK 好 然后的话 我们再调整它的这个 呃 位置 是吧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啊 它应该说是没有说一个完全对应的 这个根据啊 你的这个贴图的实际的这个情况啊 去调整 好吧 OK 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它还是有点太大 是不是要给你稍微的再塑一下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按照Y轴偏移稍微的小一点 小一点 这个地方再稍微大一丢丢 稍微的调整一下 这个我还是要再稍微大一点啊 不然对不上 嗯 这个还是要稍微大一点 还是要再稍微大一点 好 这样差不多对上了 对不对 啊 这个你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它的气息 是吧 好 这样就差不多对上了 对不对 啊 但是现在这个颜色并不是我想要的这个颜色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选择它啊 选择它 把除了这个自发光以外啊 除了自发光以外 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把着色也调出来呢 是吧 我们着色让它添加一个稍微偏暖一点的这个颜色 对吧 哎 让它偏暖一点 OK 稍微偏暖一点 好的 然后我们让它自发光稍微的亮一点 亮一点 啊 高光部分我们也稍微的让它亮一点 这就是我们中间部分是吧 啊 这样的这个效果来说 就比我之前直接给它去添加这个 呃 自发光啊 这个直接给它添加一个照明贴图要好很多 因为它保留了什么 它自身的我们去给它创建的这个纹理 对吧 啊 给它创建了自身的这个纹理 那么同时啊 同时因为我在它的通道图当中去调整了什么 去调整了它的亮与不亮的部分 所以说它在过渡的时候 我们看在这些地方 在这个部位 在这些部位啊 这两个部位啊 这两个部位它都是有这个过渡的也就是我中间这个部分 它是最亮的 那么依次向上面和这个下面这个部分呢 它就会慢慢的变暗啊 慢慢的变暗 这样我的这个光线啊 它会有一个过渡的感觉 所以看起来我的中间这个部分是最亮的 那么我在上面和下面这个部分呢 就慢慢的就不那么亮了 有一个过渡的一个效果 那么正好我的整个的纹理是在上面和这个下面 那么它突出的会比较明显一些 这样我的整个的这种中式元素的灯就会有质感 对不对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自发光灯做的一个技巧和一个方法 大家在做一些比较细的 或者说要求会比较严的一些模型的时候 如果说考虑要运用到自发这个自发光的这种灯光的时候 大家可以考虑试用一下用这种方法啊 虽然它会比直接贴一个这个照明贴图要麻烦一点 但是实际上它看起来的这个效果啊 它实际上看起来这个效果呢要好很多 对不对 要好很多 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自发光灯的一个制作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